從她結婚就讀到她的婆婆過世 我跟麗娟還去參加婆婆的告別室 她照過婆婆 常常我要去跟婆婆去哪裡 她就說我要去跟婆婆幹出去了 所以她也是我很好的一個榜樣 那我的這位初中同學 她的母親也是照顧了十多年 那只有下一個月是送到養護所去 其他都是她們家自己照顧自己的母親 讓我非常的感動 那因為我們家是封育房子 沒有辦法把媽媽帶回家 所以我們是靠養護所的幫忙 那再過來呢 我看看 再過來我不要請社大的 剛剛是這個 我的親粉和好友再過來 忘記我有一個很好的 今天我的美夢可以成真 最要感謝一位新朋友 事實上看不到一個月 但是 如果不是她 我所有的努力 也許我的夢還在那裡 還在我的夢裡面 沒有成真 今天我要非常鄭重的跟大家介紹 這位郭女士 她是我媽媽養護所 她們是家族企業 她的父親母親創立的這個養護所 這是一個非常有愛心有紛亂的養護所 是我夢幻中的養護所 今天可以請郭小姐來跟我們講一下嗎 如果不是她 如果不是她 我們這個美夢 還在此端 沒有辦法 成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因為姜姐太客氣了 其實 奶奶的後來我們這邊 真的是我們的福氣 也是我們都有一個緣分 因為我喜歡機構 我們機構接觸過這麼多的家屬 幹嘛什麼的 我覺得 我有時候常跟姜姐說 她真的做的好多好多 就是有時候覺得 聽她很心疼 她很累 因為她天天都會來 然後中午 你大熱天提一個 訂個便當 就進我們機構 然後她就吃完飯 幫媽媽按摩 然後睡在媽媽的床上 然後一起睡 然後有時候 因為在旁邊那個畫面 其實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不曉得 就是看過很多 就是媽媽年紀大 可能八九十歲 可是記得兒女 睡到旁邊 其實很少 說真的真的很少 會跟媽媽一起睡在床上的人 真的很少 可是姜姐就是 天天就帶個便當吃完 就睡在她身邊 起床之後 可能就幫她按摩一下 然後天天泡腳 然後再不會媽媽吃飯 等於是有時候 我那時候 我有問她 會問你 有時候你這樣子 怎麼在家裡 自己好好的 顧 可是因為的確是有一些的 困難的層面 因為畢竟還有自己的事情 要注意 但是她那個堅持 那個那一份執著 真的很讓我們感動 機構的裡面的小姐 工作人員 護理人員 其實對姜姐 也是真的很佩服 真的是很感動 那就是希望 那個潤燕奶奶可以在我們這邊 可以找人 因為她從進來到這邊半個月 可是我們覺得她經過真的很多 那時候 今天好像還不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可是現在的感覺真的好很多 那希望就是明年的 或許明年有機會再來辦生日會的時候會是不一樣的感覺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 有一個感覺 我還是我 但是我已經跑了第四家 前三家 我也是同樣的照顧 但是 第一家 我記得他們是跟我的親屬說 叫你姐姐不要每天來 一個禮拜來兩次就好 第二家呢 是我們要去約 她要跟我們解約 我們要再給她解約 她都不讓我們再渡下去 反而是跟我們說 在這邊有那個 婦女之家 她也幫我打電話 她很好心 幫我們打電話去了 說 我們應該去住婦女之家 只有那個地方能符合你們的要求 但是我跟您父親 我今天談過 她說 哪有的事 你媽媽在這好得很 那 那 不管怎麼樣 我們 終於找到了 一個可以 安定深心的一個地方 很大的感謝 我小姐跟你們講 今天 所以能夠每位洆湞 完全是因為你們想 沒有 真的是 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還是我 我必須有變 然後再過來 這個我的朋友 都相加 都已經講 再過來 我要介紹大人 大人社大人 然後 郭老師 各位朋友 大家 我安 我安 這個其實我會跟一庭結緣 其實也是在政大人那一場首映會 那會後之後剛好跟一庭有稍微聊一下 大家都知道說 可能 多走出來 因為 很努力的東西 在照顧媽媽 我相信大家都看不見 剛好想 剛好社區大學 這個 有引發出相關的一些課程 健康 這個 這個 那一定就 跟媽媽 難得 在班上 以前都是媽媽帶小朋友去上學 現在是 也不能叫你小朋友 只是 女兒帶媽媽一起來社區大學上課 我覺得 像那一兩個學期 我相信我們班 一些老朋友都看著前面 是 姜媽媽跟一庭 然後會坐在那個位置 然後都坐第一台 那上課 其實這個 姜媽媽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而且會一起互動 也會有很多問題 我覺得 感覺非常的好 看到我們女兒能夠一起在教室裡面上課 真的是非常的棒 很棒 然後當然 中間相隔休息的時候 她的 我們班同學 也會帶她一起去這個 上廁所 或者去外面一起走一走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感覺 那 希望說這個 一平還有姜媽媽 姜媽媽 隨時歡迎你再回到我們班 來一起來 學習啊 上課啊 看電影啊 還有跟同朋友聚與聚 隨時歡迎你們 那也謝謝今天所有 我們都參與的一些朋友啦 還有親朋友 因為其實我們 今天是圓夢計劃 其實大部分我們 一直都是在圓自己的夢 大部分人都是在圓自己的夢 但是今天這個計劃 是因為我們所有的 這些希望 大家一起 圓了別人的夢 我覺得這個更有意義 除了圓自己的夢之外 幫別人圓夢 那這一輩子 我相信會更圓滿 也祝福所有的朋友 順利健康 謝謝 我請你 thumbnail 謝謝 谢谢观看